您知道吗 就是我发现 说一千到一万 有个根 你活了这么大岁数 说实在话 就是你意识到没有 你有一个东西是脚跟站稳了 你这个脚跟站稳了 是你这么多年的积累和经验 它使得你 能够清醒的看待一个交际的问题 比如这件事情怎么对 怎么错 我应该谦虚对人 我应该高抬别人 一直自己 你觉得你哪哪门 门清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年轻的小朋友 小同事也算是 他说他到他父母亲的那个圈子 他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了 父母亲交往的圈子 高级知识分子了 我觉得他说的很形象 在他们当中 就像是一个小孩蹒跚学步 就是他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大人 你们的这种交际的这个规则 我又怕我说错话怎么着 就是感觉就是本身就是一种 小孩子就是站不稳啊 就是这个盘山学步的这么一个感觉 他说我不愿意出去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每一个圈子里的规矩 比如说说个很简单的 去吃西餐 他就说我怕就是弄不清楚 就是这一套刀叉 就得失心很重 看两边 我记得那个电影 对吧 那个《漂亮女人》 就那个电影里面 不就是教她这个弄这叉 后来人家不会用 两个人就一起用那个最错的方式吃 也吃得很 我觉得就是得失心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把自己放低一点 让人家显示优点等等 这些可以说是说话的技巧 说实在话能自低的人啊 实际往往是已经有些自信的人了 他就是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行的 那个我估计才是盘山学步 刚进入社交场的那种心理 我的意思是那个修养 说话态度锦上添花 但是更重要的东西 我面对我的学生 我还是一直跟他们说 比方说你刚才讲的这种心理 他碰到一群人 他不知道不知所措什么东西 那其实真的不必担心 你就犯错也没关系 我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上课感到最为难的一个例子 就是利论 我们知道鲁迅的利论 对不对 到人家家里 其实说这个小孩将来升官 赏一笔钱 这个小财家发财 这个很好 这小孩将来要死掉 被人打出来 那鲁迅的总结就是说 你看说真话讨打 说假话哪好处 那人应该怎么办 那个老师就今天天气哈哈哈哈 那然后就要跟学生 学生这里边就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如果一个年轻的学生 到了某一个场合 周围大人都在说话 他们似乎有一套礼节 可是在这个学生看来 他们很虚伪 他们中间有很多假的东西 他实在是不适应 他要是适应 他不会有这个感觉 那这种时候怎么办 我是碰到这种情况下 我总是跟他们说 比修养 比事故更重要的 还是你说真话 还是你说出自己的东西 我说 比方说我有上课 说错的东西 我有一句话 我说你们多少人 会跟我指出 比较一个简单错误 广东话的一个发音 读一个音 读错了 很少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说 举手会来跟我指出 那我就说我是赞成他们 他们给我指出了 我就是下次我可以避免了 但讲完以后呢 正面教育完了以后呢 我还补充一句 那说实话 我以后又会记住这几个 给我挑错的学生 这又是实情 这些学生 你如果说他给我挑错的 态度不好的话 我肯定又是记住他 但是我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可能也是我错 反正我跟他们说 你说真话 让自己舒服 还是最重要的 比让别人舒服 这跟我刚才讲的是矛盾的 就是有这个复杂性 不是 这肯定有个问题啊 你这个把年轻人生给交坏了 我们先说这真话 是一个绝对真话 那么绝对真话 它一个钳制 你要说的时候 是可以不伤害别人 或者轻微伤害别人 比如我给徐老师 指出的这个错误 是无关痛痒的 我当然积极的去指出 你记住我也更好 如果你这个错误 是个致命的 很丢人的 当着所有的学生 你把这个事情指出来 就会很丢人 就是愧对大学教授的 这么一个身份的时候 那这个说不说真话 那我说 如果说还是要说的话 那能不能私下去说 这就是计较问题了 就是不要去公开的 有时候 我们文化就是一个外形 是吧 我们爱面子就是爱这个外衣嘛 外衣是一件一件穿上去的 你可以剥削它一层外衣 但是你不能把它剥一金光 剥一金光谁也受不了 所以在这个 就是说真话假话之间 中国历史上 所有的文人和官员之间 无非就是什么个问题 看着皇上的脸色都变了 您这还有一个就是直见呢 那你不是找倒霉吗 那肯定皇上就是 就是一怒就给你 给你发配了 发配的问题不大 你说发配了苏东坡 发配到海南还去了呢 它问题是耽误你人生很多事情 你做不到 所以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在选择 这个选择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社会成本 你在这个社会成本中 选择一个成本比较低的 可以承受的 效果又相对可以接受的 这么一个过程 所谓你刚才说 所谓的人情恋拿 实际上就是找这么一个位置 我们还一一的详细的讨论了这些事情的公式 基本上认为就是 怎么来说 凡是生理性的 尽量不能批评 就是说这个事情你批评它 它是没法改变的 你尽量不要批评 凡是不是生理性的 是你可以改变的东西 比方你做的知识啊 比方你穿的衣服啊 你这件衣服不好 你可以跟它说 但是你的肚子太大 或者你太胖了 那你这个事情就不大好说了 太胖了还能改 你不能说它腿短 这人彻底改不了 肚子大了就显点肥嘛 第二呢 就是你关系越好 你跟他越当做朋友 你就越应该跟他讲实话 比方说你是你的同事的室友 你跟他很好 他买了一件衣服 其实穿的很傻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 你说不说 不说 不说 我有时候跟他讲实话 他都受不了啊 什么啊 就跟我急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跟他关系好的闺蜜 那你就应该 当然说有技巧 对不对 你这件衣服改一改 会更好之类的 那是另外一个事 它有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如果你去规劝别人的时候 首先要地位平等 你的话才起作用 如果你明显有社会差的时候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自己说话的地位 这个地位不是说你低了就不能发言 如果你低的不多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语言来弥补 让你把它拉平 如果你地位特别悬殊 你是不能劝的 尤其人家两人打架 你一个人没有身份 你上去劝架 只能火上浇油 如果你身份高 那上了一个就停了 你们打什么打呀 我得承认他说的有道理 但是我仔细想想 这又很可悲啊 关系不好的 衣服好看 不是 这个关键是 关系好了你就来说 你这件衣服 你要短一点才会更好 你可能要憋很久才能说 但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不说呢 不是不为他好 也不是关系 就是好坏或者是高低 而是说 我如果告诉你了 我就表明我的审美比你强嘛 对吗 可能你去参加一个活动 那个人也是很精心的打扮了 你说不好看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的问题的前提是 你的室友买了一件衣服 在那里试 然后问你说 怎么样 他都买了 我说不好看 为什么呀 这么事故 这得说好看啊 这怎么着都得说好看啊 不是 马爷这个最有经验了 人家买了个东西 花了那么多钱 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人家都是说这个 过去有一句老话 叫贱人减兽 欲获增值 就是 您说您多大了 说七十 哎呀不像 您像六十了往下说 说您这东西多少钱 买的三十 哎呦 买得五十 你得欲获增值 这就是一说话的技巧 那如果人家买的 明显是假的呢 对买的古董 假的 花了老钱了 您说真的 那当然 我会说实话 就是那会委婉 委婉 但是他有人听不出来 你比如说我做节目就有过这个事 你比如说那个勇乐压缩 为全世界已知的就三件 那人拿了一个 我说全世界已知的就三件 您这是第四件 这话委婉吧 他说真的吗 我有那么幸运吗 全是A校 这话说的很有技巧 对吧 您这是第四件 这骂人呢 但是所有人 旁观者全都听出来了 就他自己听不出来 这产生了极强的一个幽默感 就是说 每个人的心里的预期和愿望 是不一样的 他在 他在 此时此刻 他宁肯 就是相信 我亏钱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是真了 对了 就是您知道吗 还有些人跟人呢 也确实也是讲个投缘不投缘 但是更多的情况 我确实是发现 有些人就没有休养 包括有的上司 就是 你怎么说呢 比如我就亲眼见过 人家他的一个下属 我在旁边看着 我这个正义感都hold不住 那这个下属悄悄去买了单 你说你那耍什么威风啊 对吧 就是说 谁让你买单了 谁让你买单了 我跟他问他在这吃饭 我说走了吗 我说走了吗 拿着宴会缸 响就砸过去了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你干什么 就是你明白吗 就是 我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 少数的例子 但是我相信 每个人在生活里都碰见过 就有些人真是特别差劲 修养很差 但是如果你无奈 你跟他就是同事 甚至他有可能是你的上级 他天天这样的 跟你就 您甭说我抬举你 你抬举我了 他这个人因为修养不好 他老侮辱我 他老贬低我 他老欺负我 我怎么办呢 那就辞职吧 不还有很普遍 就是你有一定位置的人 只有比他高的人能批评他 比他低的人都不能批评他 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都是开会 我自己大学里开会 开会之前 上司来之前 大家都在讲某一件事情 所有的人都在说 这件事情很荒唐 大家都在笑 谁想出来的 什么什么 好了 等这个上司来了 他一上来就说 这个事情怎么样 好 一讲完以后 大家就闷掉了嘛 因为刚才都在骂 这个 这个 怎么 隔了几分钟以后 就有人 开始 哎呀 虽然呢 这个事情是一个新生的 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他也有他的好处 什么什么来讲 那一般这个时候 总有几个人会转过来的 这个本领真是大 因为五分钟之前 他还在说 同样 他的嘴巴里说出来 就是傻瓜 才会讲出这种 什么人呢 那没有脑子的 现在他就跑出来说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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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的是香港 我所在的大学 但是道理是一样啊 我不开心 我要不要表达 我的不开心 就是各种选择 其实都摆在面前 但是你选择怎样做人 你就各担因果 对 对吧 你就要付出成本 哎 马爷您像我 我说的这种 您碰见过吗 就是 就是你 你就难打交道 这个同事里啊 我觉得哪个单位里都有 个别的特别难打交道的人 跟谁都不合 哎 这些人呢 你就近而远直 我老说呢 你工作中啊 你不能成为朋友 没关系啊 但是你能够正常工作 不要成为敌人 哎 不要能成为敌人 就是你正常工作 你那个做的有理有竭的 然后你做事情很得体 然后就是工作啊 而且工作以外的事呢 尽量少说 因为你只要一传 因为这人不好打交道嘛 我觉得一个人呢 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工作 不算本事 跟你不喜欢的人一起工作 那算一个本事 对对对对 对我可以工作 简单 但我可以不跟你做朋友 我可以跟你做工作啊 那有的人是什么呢 我们也有这种人 就是说 单位里也有嘛 就是人家说 跟他做朋友特别好 就是不能在一起工作 也有啊 就是一到工作就较之 别人错了 就人家道歉 道歉也不成 道歉也不成 那这事情就 就是个人的问题 所以最终呢 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说 一个不合群 或者说难伺候 或者难沟通的人 最终在一个单位 都是会受人摒弃的 但有一个 这个问题会出现 大家会说 那这个人为什么 还会在这个单位里呢 往往这个人呢 会被认可 认可呢 当然基于两点 一点是他真有本事 你们没办法 还有一个呢 是他可能在人情上 或者人情关系上 你比如说 他为什么不开他 他不知道这个人的 家里有什么人 跟什么这个关系 大家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公司领导 如果说他有一个 什么事情 他交给第二第三 就是说能力来讲 假如说十个人里边 那排在第一第二第三 如果说造诗 把这件事情交给 第一第二第三呢 不见人情 就是那个第一第二第三的人啊 他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是 这个事情交给我做的 或者说正的交一个负责 他给第八第九的人啊 这个人就非常忠于他 就以前有个公司领导 就跟我说 他说有财有什么用 他说这个财为我所用 才有用 所以做人的 说话的技巧啊 有时候一句话 就会导致这个态度的 这社会多复杂呀 人情世故 这家伙如海参呢 是吧 但是我就能理解了 那个有个电影 海上钢琴师 你记得吗 那个钢琴师老在船上 他不肯下船 终于有一次呢 他想下船了 他这个出生在轮船上 终于有一次想下船 在那个悬梯上提着行李箱 看着这个纽约 最终 退回去了 退回去了 后来他的说法是 我看见那一条条的街道 我没去过 这里面多么复杂的社会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 这个世界 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 出出茅庐的一个年轻人啊 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我当年也有过 就是需要学的东西有多少啊 需要历练的东西 有多少啊 所以你看 那天我就说 我们这个小同事 我跟他说的挺好 我一个跟他说 我说你啊 如果说有这个社交的焦虑 不喜欢参加这些个社交的活动 我说没问题 英国有一项调查 你看我还可以再把资料炒出来 我说2018年呢 英国心理学期刊 发布了一份 关于智商和社交关系的研究报告 是吧 这个分析了15000名 18岁到28岁的英国人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智商低于平均值的人 他们的社交活动越多 越感到快乐 在与他人相处时 会更感到很开心 我这就是先给的信心 就是说不管你是内向 还是外向 这都不是缺点 是你的特点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 适合你的工作和生活 我说再有一个 如果你不得不走向社会 不得不要跟人交际的时候 就说我不懂他们 你们的圈子里的规矩啊 我不懂怎么说话呀 怎么办呢 喂马爷 我就是跟他说说这个鼓 我还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了 我说好像孔子 就是论语里面有一个说法 就孔子入太庙啊 美事问 有这么句话吧 孔子入太庙美事问 当然这个我的解释未必正确啊 但我这么理解 就是说他 他是最懂祭祀的人 但是他进入了一个祭祀的场所 他每件事都认认真真的问 这是做什么的 这是什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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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想到 这个我们每个圈子都有很多的礼仪 都有很多规矩 其实这些礼仪随着时代 一直都在改变 所以说当时啊 这个孔子讲的最核心的 实际上是什么呢 这个礼的为什么要制定礼仪 就他的原初是什么 他的原初只有一个字就是成 后来到了这个宋明礼学的时候 不是就讲嘛 就是美事静 你看我就记得是成诸礼学啊 他里边讲 每件事啊 都有一份尊敬 就其实你要拿住这个字 就是拿住了这个心呢 就比如说 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旅游 你心里有这么一份 你尊敬人家吗 你心里尊敬人家这个圈子 你尊敬人家这个地区 你就会问 你们这有什么规矩 吃饭 我不是不懂西餐怎么吃 我就会问嘛 就像你请我参加个活动 我就说我该穿西装啊 还是可以穿牛仔裤 你这个问本身 就是对人家的一种尊重 我相信没有一个外国人 在你问他说 我该怎样使用刀叉 他都会很热情的帮助你 都不会觉得你失礼的 同样这个道理可以 就是运用一切地方 一切方面 甚至包括你说工作 对吧 咱们做主持一个节目 我尊敬这个工作 那么我要把资料都看了 对吧 这是一种尊敬 您也尊敬您的书 对吧 你跟人在一起 我觉得你心里只要是说 有这个尊重 这些规则 这些潜规则 还是明规则 有一个诚心诚意 我觉得都够了 就比如说像您说的 就是我要觉得你有一个不对 我就 我甚至可以把我的处境 分享给你 我说我对你这个作文 有意见 但是呢 我又怕说了呢 你不高兴 你觉得我该怎样说 对吧 我觉得这样说 至少不会让别人太反感的 我有个看法 不知道该不该说 这个台词是这样的嘛 我有句话 不知道该不该说 不该讲 不要讲 就回答 说白了 我真觉得现在老祖宗 说的好多事 我现在想起来 没错 人义理智信 你想吧 就是你跟人 你喜欢什么样的朋友 跑不出人义理智信 跟朋友讲信用 对吧 然后就说 人者爱人 还有最关键一句 就己所不欲 无私于人 像批评人家也是这样 如果你测想一下 假如现在你这个衣服 你在试 人家会怎么对我 我能接受到什么程度 假如我会不开心的 那我也不要说 你不要确信你的什么 一定比别人高 以善待人 我觉得技巧的问题 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对吧 人者爱人 马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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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